好,那我現在要來實際的,就是認真的去測試這一支神Q的CF401的長笛 這支長笛呢,它整支外面是有度這個,包含按鍵本身也都是 所以它看起來很像KG的長笛 其實它是,裡面是純銀的,是表面有度20K的玫瑰金這樣子 我不知道它原本的管身的這個純銀是哪一種純銀,不知道是925還是9585 不是非常清楚,就是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再去查 但是我網路上知道的是,它就是外面有度20K的玫瑰金這樣子 它的吹口很特別,它是很像那種山,很像吹口在中間 然後兩邊是這樣子下去的形狀 感覺很容易呢,就把你的氣收集進去 然後再加上呢,它的這個吹頭本身它那個幅度的關係 這支場你在演奏的時候其實是,你的嘴型其實是要非常放鬆 要不然它很難,很難呈現出很多的細節 尤其是它的低音,它的角度蠻...比較特別啦 可以說它的吹口的...吹頭的...吹口啊,吹頭的角度比較特別 但是稍微調整一下,其實是還算蠻好適應的 那我等一下會用我這個Miazawa GS的場底 來跟這個Sankyo的CF401做比對 那這一次呢,我這個Miazawa GS的吹頭關 因為我最近有一個朋友借我這個吹頭試試看這樣子 就是場底玩家啦 那這個低頭是韓國的這個Song低頭 它是995吹音的,所以它的就是吹音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它的聲音蠻...我覺得它的聲音跟我原本Miazawa GS的吹頭管不太一樣 它的聲音明顯就是很...不會那麼利 我原本我的吹頭管聲音比較利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Sankyo CF401這一支場底 它的聲音就是不是那麼硬派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用這個Song低頭呢,去跟它做比對呢 應該會蠻有趣的 我等一下測試呢,會從這個音色的顏色 它的分布,然後還有它的大小聲的表現怎麼樣 然後還有按鍵啊,快速音群啊 還有一些比較...節奏性比較強的 然後去看呢,這個...它對於氣啊 還有你吐舌的這個反應是如何 那我自己...我自己目前對它的認識 我會覺得它的聲音應該會蠻均衡的 對,那我們現在就實際上來聽聽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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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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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